各位中广熊网的听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周日Mr.Big焦点人物焦点话题时间 我是节目主持人郭志珍 各位听友在日前有一位认识差不多30多年的老朋友了 他前任是因公从上海回到台湾来出差 趁那个机会我们就约了一些老朋友 大伙聚聚 然后在席间我们大家闲聊才知道 这位老朋友听友人他已经常住 就是经常住在大陆工作已经近15年之久了 过程中我们依稀记得他当年好像自己到大陆也想要去创业 后来就进入了台资企业工作 那他的进入台资企业工作呢 还是由台资企业当初在上海当地直接招聘任用的方式进入了 是local hire 而并不是台湾招聘然后在赴大陆 后来大家就问了 说怎么样那15年在大陆这么久的时间在大陆工作的情况 尤其像他是在上海啊 这样的一级城市工作好吗 好早吗 薪资待遇如何呢 整体的薪资福利条件 听说现在上海的工作的环境已经越来越竞争 福利也不错 会比台湾优渥吗 其实他回答说 如果在十多年前要在大陆找台资或者外资的工作 其实的确不太难啊 但是如今同样的工作机会 大多已经被大陆他们自己海归派的年轻人 或者其他国家也想要前进大陆掏金的年轻人 呃 所取代了 因为今次在跨国优秀人才已经纷纷涌入大陆市场的之际 其实相对于对于台湾的人来讲 其实那只是一个面对无限竞争的开始而已 今天我们就老朋友 其实在上海工作十五年 其实在工作相对稳定之后 他正准备完成他人生的第二寸的大事 他即将要迎娶一位道地的上海姑娘 类似其实类似这样子两岸职场 呃互相往来 而且前阵子我们呃应该呃 从一九七八年那时候 大陆我们开始改经济改革开放 太多的台湾的年轻人往大陆吸进了 类似这样子的故事 只在我们的身旁 似乎随时都可以找到同样的案例 台湾与大陆 这两个有着浓厚的文化与血缘的关系 但就充满着浓浓的政治火药味的国家 到底是合作还是竞争 这么多年下来 其实很难从单一面向去评论 呃如果跟根据最新的一个上海市啊 于2010年他们所做的人口普查的结果 台湾人啊因为工作居留或者是定居在上海啊 的人口已经达了70万人 哇这是非常多的一个人口 那又如果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啊 呃目前中国常驻的台商啊 呃或台干其眷属们出估达到150到200万人之谱 哇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数目 所以我想从两岸的经贸人力市场的快速的流动来看 其实已经很清楚可以认知到要面对未来国际化的职场竞争 中国大陆这个市场其实已经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一级战区 因此我们再看看最近台湾的一些新闻 我记得就在就在一两天前还看到电视的节目啊 新闻还在谈台湾整体的薪资倒退20年 谈到现在的台湾的年轻人大学毕业进入职场 事实上薪资已经不弱20年前了 只是似乎台湾的目前的整个的竞争环境条件 薪资的待遇似乎都面临到一个困境 我想越来越多年轻人想要前进大陆 但是面对那个市场到底是一个是一个新兴的市场呢 还是一个你无法想象的恐怖的超级竞争的一个职场的一个环境呢 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跟大家来谈一谈 如果你想要前进中国大陆 或者你现在正在台湾想要寻求一份好的工作 面对两岸的工作 其实我们又有些什么样新的讯息与新的态度要去面对呢 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的是 时报文化出版的主编郑珍先生来到节目中 来跟我们一起来谈谈两岸工作 这个大地图我们到底该如何展开 你好 郑珍兄 是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好 你好 郑珍 好像啊 我真的好像现在台湾的那个 我们日前看到主机出台公布台湾的事业率是4点多吧 是不是 4点多如果 你说他这样说高不高说低不低 如果因为相较其他欧美国家的确 我们台湾的失业率还算不错了 但是其实以台湾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市场的人口 其实面对4点多的失业率 其实还是有它的需要去面对的竞争的问题 因此很多人都往中国大陆去了 但是中国大陆那个市场好像也更竞争了 以现在来讲似乎更竞争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次时报出版出了这本两岸工作大地图到底是要帮所有人展开找到一个下一个工作的机会呢 还是说我们的探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工作的两尤其是中国大陆那边的一个工作环境到底是如何呢 是我们主要探讨两个面向的问题 第一个面向就你刚刚提到 现在那个台商啊台干台台劳啊 已经或者还有台卷 台卷 已经从对啊 从150万到200人了嘛 对啊 大陆的刺激效应已经非常的大啊 大到我们随时我们受到的人就像你刚刚提到 受到的人随时都会跟大陆接触 或者大陆做生意 或者大陆生活嘛 最后大陆结婚了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在目前你刚刚讲在台湾高职业率的情况之下 到底大陆是不是上班族的下一个舞台吗 或者下一个机会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不见得喜欢到大陆 或者你的条件不适合到大陆 那在台湾你又怎么自己去发展呢 对不对 因为台湾毕竟还是我们大部分人出生 然后我们也喜欢这边的环境 那如果我们要持续留在台湾发展 到底还有哪些工作机会 然后我们自己又去准备我们自己 对这本书最主要是探讨这两个方向 那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就似乎应该先就两岸职场啊 到底现在两岸职场在工作的条件上 比如说到底现在台湾有哪一些产业 是比较具有职场竞争力的啊 或者是大陆那边又有哪些产业 是比较需要某一些哪些人才的 或许我们是不是应该先就两岸在职场 在职缺上面应该来做一个比一比 我讲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面向 大家都知道说我们本来是以高科技代工 为主体的一个产业 但是这两年有从两兆双星变成两兆三星 这是发展成四大产业 就连高科技产业也面临一个强大的竞争 那最主要这是反映一个现象叫做全球化 然后赢家通吃 比如说苹果出来 你看今天早上连Nokia都要全球大猜员了 因为他们也吃不消了 因为他们的营收啊 已经都跌到一半了 甚至亏损了嘛 那已经吃不消了 那我们知道前阵子 那个有三达都面临那个影音困境或倒闭 迪达 柯达 还有一个什么 一个反正就有太多的公司啊 不是面临倒闭就专心就是裁员 那在台湾的发展就刚刚讲 我们连我们自我所信赖的这个主体啊 所谓的高科技代工产业都面临一个困境嘛 那然后看起来 传统产业已经大部分都到大陆去了嘛 然后高科技产业又面临瓶境 然后我们又看到呢 像那个鼎王啊 发16个月的民众奖金啊 赤鬼牛排90个月 好像服务业是 新兴的产业了 变成主体 但是可惜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就是说服务业它能雇佣的员工的人数 是比高科技产业要少很多 因为毕竟高科技产业是资本密集 它有办法就是应用更多的这个劳力 就是服务业之上 它没办法吸纳那么多的人力 所以现在又说 除了在台湾啊 你要跟着这个整个大浪潮走之外 在大陆我们现在 就经过分析 或经过我们的这个市场调查 有两种人适合到大陆去奋斗 但是不适合社会新鲜人 因为那边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全球的舞台 所以第一位是35岁到45岁啊 所谓的这个专业人才或者是经理人 那他是有机会到大陆去 因为现在不管是台商啊 或者是大陆的陆商跟外商 他们其实蛮需要这种人才 包括财务人才啦 业务人才啊 都需要或管理人才 那第二个总类就是说 在这边50岁以上退休 然后曾经有一些特殊的经验 管理或行销的经验 像我们在书上有举两个例子嘛 而且是已经到大陆去工作了 一个有一位是他就是在 纺织业他非常的资深的一个管理人员 然后去他就帮那个大陆的台商 就从那个纺织就是 就是从那个纺杀支部嘛 到兰诊到成衣 他把他建立一套这个一整条的生产线 然后这是一个人才 另外一个人才是说 因为现在大陆内需就是内需产业扩大 市场扩大 所以他帮那边的一个食品加工业呢 做一个食品的研发 就是搞算像那个康师傅啦 或者像那个汪汪这样啊 能够打开市场 然后赚中国的人口财 那这是大致的两个面向的大陆 现在比较需要台湾的人去那边 去找的一个工作的方向 所以刚刚这个兄弟告诉我们的时候 那是一个在人才的 他的专业领域 或者是特质过去工作的经验 一种就是你真的是 你说三十熟到四熟岁 基本上已经工作二十年了 二十年可能是 差不多二十十几到二十年 十年四几年吧 十几年或二十年这样 那这样的话刚好就是一般企业 刚好是培养到一个中高 中阶或中高阶干部的黄金年龄 所以这个是需要这样子的人才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纯经验 就是他可能已经退休了 但是他过去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所以他是第二种需要被吸纳的人才 因为他可能可以去帮忙做所谓的建厂 类似这样子 没错 建厂或拉生产线这样子 那这是我想这是从人才面来看 那如果说我们从产业面的切 切中切面来看的话 到底台湾以及大陆啊 这两个地方目前对哪一些产业 其实是比较对人才的吸纳 还是比较比较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 比如说您刚刚提到说 现在好像服务业已经串起来了 那过去我们所依赖的制造 或者是IT产业啊 其实那个好像目前就已经不是在那么热门了 这样子的一个两项比较之下 类似服务业啊 还有您刚刚提到内需产业 那是不是类似通路或零售业 这样产业开始变成是一种新的热门的一个职权了呢 对 就是其实啊 我们这样分析好了 应该他们需求了啊 大概是没有说什么特定的行业 不管是制造 传统的制造业或者是高科技产业 是 他们重点是他需要一些特定的人才 是 比如我刚刚讲的啊 财务人才或者是管理人才啊 或者业务人才 有些业务人才方面 他们希望的是能有全球业务拓展能力的人才 是啊 那 其实啊 每个行业都都有需求 那他们比较需要的就是啊 类似我们今天讲的工中高阶的人才 嗯嗯嗯嗯 中高阶的人力 当然这一两年来啊 整个趋势就是说啊 大陆在发展内需市场嗯嗯嗯 所以我们刚刚讲就是说有些传统产业啊 他需要的这个管理人才或业务人才的量会增加嗯嗯嗯啊 这是大致的一个趋势是好 所以我这边也补充一点资料哦 就根据书里面他所附录的两两个呃 一个调查就是嗯 台湾以及中国大陆啊 这个前十大产业职缺啊 工作职缺的那个占比啊 所以以台湾来讲目前零售业啊 所需要职缺的人的那个人数啊 是比较大的差不多占百分之八点七 依序下来是零售业 然后电电脑消费性的电子制造业 然后软体或网路啊 然后金融机构 然后餐饮啊 类似这样的东西 实是好像是台湾目前呃 比较需要的一些产业的人才的一些密度在这个地方 相较于中国大陆前面的五个就变成是电脑或消费性的电子制造业 然后是批发业 然后电子零件 然后鞋类纺织 您刚提到鞋类纺织这种东西 然后光电 所以看起来好像中国大陆那边还是比较偏一些制造的层面的东西 他们的他们的整个餐饮服务几乎没有在这个前十大里面 没有在前十大里面然后台湾反而是餐饮已经列到第五名了 所以这个的确有一些市场上面的一些变化 对的确是蛮明显的 在对了在在产业方面他们是有一些区隔 可是我我我觉得我们这边要去大陆模子的人啊 那可能除了说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你真的要有一些跟大陆的这些管理阶层 或者技术人才有比较不一样的本事 要有差异优势 你还可以去那边 然后另外一面就是说 其实对大陆的这种市场生态也好 对他们的一些人的特质也好 我觉得要更要多了解 毕竟说那边我们常常会讲同文同种 其实我要强调一点 他真的不同文也不同种 不同文是说他根本就用前提子思考 那不同种是说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在书里面有特别强调就是说 你要去比那个刻苦耐劳流血流汗 你绝对是比不过他们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这边 刚开始的社会新鲜人不宜过去 因为在那边起薪很低 那人家愿意在这么低的薪水之下 要打拼出来 那我们的这些社会新鲜人 这些大学毕业生 实际上他应该很难适应这样的一个生态 那其次就是说我们去的一些管理人才 其实要深入的去了解 第一个就是说你的竞争的人才 它的优缺点 第二个就是你要管理的人才 其实有一些特质是跟我们不一样 那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 如果说面对他们的一个竞争的人才 他们现在的要用的人才 已经是相对要国际化 所以我们台湾过去的管理人才 其实在社外事务也好 或者是在外语能力也好 不见得比他们强 那这方面我们就要加强化 那对于我们要管理的 他们的比较基层的劳工或员工 其实有很多是我们不知道的 因为大陆非常的大 那他们其实他们一切向前看 那如果说哪里有钱去 他其实他们留职率是很低的 就是他们很想随时转职 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 像以前台商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说当他每个月25号发薪水的时候 25号离职人特别多 因为他把当月薪水拿走以后 他觉得我有五天是我赚到的 那利用这五天他转到别的工厂 拿了钱就跑了 对甚至于说还有一些特殊的奸差现象 我觉得大陆好像工厂都那么多人 好像大家都在生产线上 都没有机会去奸差 其实他知道现在网络非常发达 他可以做网拍 然后他还有办法利用闲暇的时间 到附近去打工 所以这个是在台湾很难以想象的事情 没错 其实真的面对两岸这样的工作 如此交流 如此的频繁而密集 其实我刚看 不仅您刚说的所谓的中高阶 或者是退休人员 其实我觉得好多年轻人 其实他搞不好一毕业之后 他来找工作的同时 已经打定主意了 我就知道往中国大陆这个市场去迈进 其实面对这样子的一个台湾新鲜人 如果真的想要吸进大陆的话 您刚提醒大家 其实那个有许多 许多关键的要素是应该注意的 他不仅不同 你刻苦耐劳比不过他 你要玩权力斗争 你搞不好也比不过 他们毕竟是那样子的一个 曾经被斗争出来的 因此对于台湾的人才 想要前进大陆 一般的上班族该如何做好准备 心理上面有哪些心理建设 或者是如果是属于中联 要转业 要前往中国大陆 又有哪一些关键要素 差异优势 要让自己凸显出来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回到节目中 请郑珍来帮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 谢谢 OK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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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